鼓勵海外华人孝顺父母 敬恩弘扬佛法 南加州佛光山西来寺 7月21号将联合国际佛光会 洛杉矶协会 举办2013年 这个云兰盆公僧法会 那么呢 邀请了30多所 这个信佛教庙宇 那么以及呢 100多位出家人 前来接受供养 那么一边与民众来结善语言 同时也推广新云大师的人间佛教 佛陀在这一天说 通过供养这么多的出家众 能够使自己妻室的父母得到救度 庄严的诵经圣中 法师带着弟子和学员 慎重恭敬地走入餐厅 接受简餐供养 紧接着法师半柜呈上法器 而后面弟子则诚心下跪叩手 感谢布施 佛光山西来寺希望以此鼓励信众 效法佛陀弟子穆建联的孝顺精神 7月份供养出家人 报答父母恩 通过供养通过诵经 修持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自己的父母亲人 乃至于祖先 能够让他们也同时得到福祉 鼓励心怀感激的用餐之外 西来寺的短期出家修道会 甚至要求学员 每吃一口饭时 心里一样在修行 不只要断除欲念 更多一份精进和感激 在佛门吃饭 因为是也叫做接受供养 所以他这个时候吃饭 也要非常严格地来观察自己 透过虔诚的修行活动 助持惠东法师鼓励民众 追求星云大师所倡导 七月式孝道乐 慈悲乐和功德乐的人间佛教理念 7月21日前来参加共僧法会 随喜赞助有德性的出家人 也借此破除七月式鬼乐的迷思 东东新闻 叶红志彭迪 在洛乡击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助